然后你才能够去 你自己都要别人去照顾你了 你怎么可能照顾别人 当然要把自己先照顾好 让别人不必担心你 然后你心有余力 才能够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师父的每一个 整个的一个基础是非常稳的 那么在这样子的稳的这个里头 他用的是一个慈悲之后的 那一个智慧 所以他的这个智慧 让我们听了以后能受用 让我们知道了以后 我们会觉得我做得出来 这就是各位刚刚所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他讲经说法 会觉得是不管是明来语的 不管是国语的 不管是听得懂 因为他没有背乎人情 他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接纳 他真的是抓准了 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众生的一个需要 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师父 我们所接受到的师父 但是我比你们更后悔 因为我真的是跟他隔绝了十七年 那个十七年里头 我夺文明顽不灵 我一定告诉自己说 我在学术界里头 不要告诉人家 我跟圣言有任何的关系 都好笑 结果大家都知道我是罗老师的学生 但很少人知道我是圣言法师的弟子 但是师父在他每一次在谈到自己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你说他在政大有三个学生 最后一个学生是我 那另外两个学生 一个当过政大的文学院院长王文言老师 一个当过黄泛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徐忠心老师 那两个学长 来我们赶紧剩下半个小时 我们来看看这书里头 我们来谈一下 从书的层面师父对我的影响有多深 除了他所教导的每一字每一句 那样子的一种读书的一个法门 后来影响我非常的深刻 我后来的一个习惯也是 拿到了先读原文 绝对不会先去找那个注释来看 因为经过师父这样子 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礼拜要交给他功课 已经养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大概也是师父后来教导我 使我成为一个彻彻底底 像中文系畜生的一个人 因为有东西不懂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翻字典 你必须要去找他的古文 他的古意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到后来的时候 大概经过师父这样的一个训练 事实上这个《大藏经》读起来 那些经书到后来对我来说 白话文跟文言文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那有一阵子我帮 我帮人家重新断句断那个《涅槃经》 因为那个《大藏经》里头的那个 就是《大藏经》里头的那个断句是错误的 那我就帮那个人断了这个《涅槃经》 那我想我能够这么样子快速 而且把它给标点正确 让后面的人读得很轻松很利落 那跟师父这样子的训练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是读书方法 那跟师父整个一个做人对我的一个影响 我后面的时候要告诉各位菩萨 是从第五点那时候 我要跟各位同学 各位菩萨这个谈一谈 对不起啊 这个教书教官 有一些这个职业闭女 就请大家原谅 我们来看看师父在禅学里面 这一些著作 让我们读起来的时候的一感觉 其实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我要说师父是在成长的 他不是第一本禅学著作 跟最后一本禅学著作都长得一样 不一样的 事实上师父自己在发展当中 是师父自己都在每一个阶段里头 也不一样的这一些展现 所以如果我们说早期的时候 这个师父呢 他到晚期的时候 他自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的这一个禅法呢 一个是从末造禅法来 一个是从画土禅来 那么他说他自己继承了 临近中又继承了这一个这个曹洞中 他说他是曹洞跟临近两中的这个结合 这个是他晚年他说的 那在早年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去看这一个事情 当他讲这样的时候 我们会很好奇地去看他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但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从这个最根本上面来看 这个好像是可以 对不起 好像我 那我要 对不起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他的这个禅学著作 即使说我们说他是发展中的一个禅法 到他后期的时候是一个最完整 甚至于说我们说他自己有他自己一套 那那一套他自己已经敢说他叫中华禅 好 那么样我自信地讲出来这一套中华禅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是那一个东西讲出来说 它是曹洞中跟临近中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从前面来看 如果我们把他的一整套的这一个禅学著作呢 拿来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呢 他的这一个禅法是有根有本的 他绝对不是这一个 自己创了一套新的一个禅法 然后新的一些的这一些理念 完完全全只是他自己的体会 他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他是有根有本的 他自己从《大仗经》里头找出 好多好多种这一个根据 那这个早年的这一个根据呢 就是我们所读到的《残门残药》 那还有呢 他那个什么什么《易语》 这有一大堆《残门易语》 还有一本 他里面写《残门易语》之后 还有一本专门都是他 简入了很多公案的那本 修正主要 对 修正主要 那那一些东西啊 事实上就是他在寻找他的根本 他不是无地放食的在那个地方做学问 那他自己也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嗯 就是因为我在读那个 那个《赵任》的时候 我老看不懂他那个 那个《圣照》在讲那些是什么 有一些师父就讲了一句话说 古来这些高僧大德绝对不会有无地放食 那一些东西都是他在禅修中的一些深切的体验 那我就很害怕 我跟师父讲 我不会禅修啦 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解这些呢 师父就说来坐禅啊 好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没弄懂之前我不归一 我也不跟你坐禅 好 那这个是非常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的我当年所讲的话 师父一直跟我讲 快你归一 快你归一 当然 后来我写完博士论 我真的很归一了 但是真的没做完之前 你也会搞不清楚那个是什么的时候 很难说服一个读书人 乖乖的来归印 那个从性解上面来说的话 我会从解上面走进 叫我从性上面我真的走不进来 那所以我就整天跟师父在那里讲 不过他很有耐心哦 他就让我讲那个多少年了 任你刚 刚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觉得一收完 你就可以懂得我在做什么 好 那我从这个地方是说 从素作上面来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本书 其实师父也一样 无事无地放置了 他写了那么多本书在干什么 那就是早年的时候 他在为自己的采法找根本 找他的一个依据点 古人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如果我今天要有依有凭 如果我今天真的要教学生 我到底有没有背离佛法 我所教的东西是会不会是错误的 他非常非常谨慎的 所以他做了那么多的功课 如果我们也跟他一样 那么仔细的这么做功课的话 大体上大概八九也不会离食 对不对 不会离食太远了嘛 那师父呢 这一个 这一个著作里头留下来的生教 其实给我们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保障 所以不要只看书 看他后面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书 他怎么做这个书 这些书里头怎么选材 选材里面他怎么拿出来运用